很多人去布拉格可能都错过了布拉格真正不能错过的景点 在全世界最美图书馆的评选里 一个布拉格居然有两所图书馆都进入了最美图书馆前十名的名单 他们也经常被很多旅游机构选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这两座世界最美图书馆分别是克莱门特学院图书馆和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图书馆 他们都在布拉格城内 可惜克莱门特学院图书馆内禁止拍摄 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带您去斯特拉霍夫修道院一宝眼福了 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在一座小镇上 从城堡区的布拉格城堡继续往后山走 大约十分钟就能到达这里 这座修道院是捷克共和国最重要和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 修建于公元1143年 修道院环境清幽秀美 拥有一座圣母升天教堂和玫瑰花园葡萄园 以及其他一些僧侣住宿修行的场所 这座修道院的啤酒也非常有名 不过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这座修道院里的图书馆了 图书馆和修道院一样古老 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馆内藏有五十多万册的书籍和其他的一些珍藏品 像这本福音圣经手抄本 就是公元九世纪时的文物十分珍贵 图书馆最美的部分其实是两个大厅 一个是哲学大厅 主要收藏各种哲学天文学类书籍 全胡桃木制作的高大书架和精美名艳的天顶壁画 构筑出了一个庄重而又华丽的书籍圣殿 另一个厅叫神学大厅 主要收藏各种神学古迹 资料地图地球仪等 华丽的巴洛克风格 让这座大厅更加美轮美奂 更像是一座书籍的天堂 可惜这两个厅现在都不能进入参观 只能在门口隔着围栏 瞻仰最美图书馆的容颜 我一直对图书馆有一种特别的崇敬和痴迷 在我心目中 书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 而图书馆就像是智慧的宝藏和海洋 它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学习和自由思想的殿堂 所以我才觉得布拉格的这两座世界最美图书馆 才是最不能错过的地方 就算您对图书馆不感兴趣 其实这座修道院也很美 修道院后的葡萄园也是欣赏布拉格全景最佳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